他开创借父生子的先例,杀了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,他是怎么死的,作者月小庄刘豫,本来性情温和,也很敦厚,然而权力变更人性,无限权力变更无限人性刘豫当了皇帝之后,不久就变成另外一种人,百扬刘豫即位之前的生活很不愉快,没有哪个皇帝跟他一样惨被人肆意侮辱,还被畏畏诸实, 但是他都挺过来了,并且奇迹般的没被杀掉刘豫,是宋文帝刘一龙的第十一个儿子,他大哥刘俊在位时,对他还是很好的等到大哥的儿子刘子叶在位时,他惨淡黑暗的生活,拉开了一个小口子,刘子叶是个会事魔王,但人很精明,他觉得将在外,军面有所不受几个叔父,在外面领军打仗太危险了,不如调回身边开手放下, 刘子叶即位的时候,还很年轻小孩,心性,比起杀掉他的三个叔叔,尤其还是胖叔叔,不如折磨他们来得好玩,于是他一天想出数个点子,将叔叔折磨着玩,他给三个叔叔起了外号刘修仁,被称为杀王刘修佑,被称为贼王刘欲最胖,被称为猪王刘欲心里很火,但是他明白,要想保住性命, 必须忍不但要忍,还要谄媚的笑着人有几次,他差点被杀掉,幸亏机灵的刘修仁从中斡旋,三兄弟,联络授记之江产之等人作为内应,本来他们没那么快要动手,此时民间传出了乡中将出天子,的传闻刘欲正是乡东王,于是刘子叶决定杀掉,刘欲刘欲决定提前动手, 这时刘子叶故弄玄虚,弄了个射鬼的把戏,他听了巫师的话,觉得宫内华林堂有鬼,为了以龙气镇压他在射鬼时,把射位都遣散了,刘欲的人已经悄然潜伏在树林里,刘子叶射完鬼,然后就被乱刀砍死,变成了鬼,随后刘欲写条程控诉刘子叶在位的种种暴政,然后以陆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,自己当了皇帝,历生母, 为宣太后丽王氏,为皇后刘欲称帝旧,旧刺死了刘子叶的同母帝刘子上,和怪鸡公主刘欲称帝后,下诏郑州将军,江州刺使正安王刘子勋,为狙忌将军刘子勋,才十岁完全是长使邓婉的傀儡,长使不同意在寻仰起兵466年,刘子勋,即帝位正是与刘欲分庭看理,御州刺使也来凑热闹,也起兵反叛刘欲, 此时头脑还是清醒的他采用大臣的建议,对叛将的亲戚采取最不相及的政策,对派将在健康的家属给钱给物,以瓦解军心他做到了在家属耳提念命的唠叨下,前方的将领打得很不安心,打得很犹豫,也有愧就出征前,顺便解决了陆太后陆太后,日夜祈祷着他孙子取胜不说, 还想趁过生日为他一杯毒酒喝刘欲,温柔的一笑说,这杯酒我敬太后,祝太后千秋万岁太后,当场就猛了什么情况这,是古人智商不够很多状况,无法做出其实的反应,比现代人要单纯很多,陆太后没办法只得把刘欲递给的毒酒,一饮而尽, 当天夜里就去世了,这就是害人中害己刘欲带兵进入长江中游地区,经过激烈的战斗,大军攻破巡洋城,将年仅11岁的刘子勋拖出来炸手之后,他又将刘子房等权杀死,至此,孝武帝的28个儿子全都死光了,当然他也是很有安心的,他将自己刚出生的儿子,过继给孝武帝刘俊封为武灵王,算是给他留了一脉不知, 知道孝武帝在地下作何感想,会不会为当初跟刘欲关系那么好,而感到后悔刘欲执政后性格越来越变态了,他干了很多荒唐事最荒唐的一件,莫过于借父生子刘欲即位的第一年,立妻子王真凤为皇后王氏,是郎亚林仪人仆叶王景文的包内,他性格柔顺悠闲,与刘欲曾一度相近相爱刘欲,当了皇帝以后, 选取了几百个嫔妃冲入后宫,渐渐的将皇后冷戴了王真凤,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怨愤,只是随遇自安而已,王真凤先后生了两个女儿静灵长公主伯寺,与静安长公主伯怨但是没有儿子,因为刘欲纵欲过渡后宫的其他嫔妃,也没有生下一个男孩陈妙灯是何许人物, 他是借父生子的女主女主,家境比较贫寒,没有家里房子没有天花板,孝武帝刘欲出门寻房发现,这个情况很感慨这谁家这么穷,给他们盖间房子思维送钱过去的时候, 发现一个女孩亭亭欲立的,在破草屋旁边衰败的景象映衬下,她的青春滋滋不见地涌动着生命的活力思维,告诉孝武帝孝武帝迎她进宫,可能是陈妙灯美帝很有限,进了金碧辉煌的皇宫跟宫里的颜色一笔,也就泯然众人以孝武帝刘俊,没想用,反而让刘欲想用了,刘欲宠幸了陈妙灯几年,也没儿子他对陈妙灯说,你加油生, 生个儿子,我立他为太子陈妙灯,也想加油问题,是有毛病的是刘欲,他天生就是段子绝孙的命,偶尔生一个还是个丫头刘欲,也隐约知道这一点,但他聪明想出一条前无古人的剧策,借父生子,正好他宠爱李道,就问他你家有儿子吗? 李道很认真的回答,陈一心仪是每年生一个儿子,现在已经有十个儿子刘欲说,倾可真是但无虚发啊,笔者也有同样的感慨,这一天刘欲翻来覆去睡不着,望着天花板说,我把你赐给李道怎么样,你怀映了再回来,陈妙灯大师已经说,陛下臣妾虽然出身微贱淡,但你也不能那样啊, 怎么能把臣妾随便赐给别人刘欲说,你跟了他,可以生儿子这样,我就有儿子了,我就立他为太子陈妙灯说,陈妾师姐了回来还有何面目? 面对陛下刘欲说,你个父导人家,真是不明道理师姐重要,还是为朕生儿子保住江山设计重要陈妙灯,虽然心里委屈但也无可奈何,第二天刘欲找了个借口,在李道尔面前,斥责陈妙灯, 然后又将他赐给李道,李道高兴坏了,跟陈妙灯日日生歌,翻领覆雨,很快陈妙灯就怀孕了,刘欲也高兴坏了,赶紧迎陈妙灯回宫十个月后,陈妙灯生了一个男孩,刘欲果然立他为太子,后来他找了个借口,赐死了李道种子不好当啊,刘欲刚当皇帝时,也是个亲政爱民的好皇帝,力行节俭,对太后也孝顺, 可是人在权力面前,实在是太渺小了疯狂的权力将人性绑架,让人变得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,他疯狂杀戮,杀光了兄弟又杀了大臣,觉得人不够了又召集一些看不顺眼,又杀,当然他不是杀着玩,他是真的害怕公元471年流域病重, 而太子上小他开始向最亲近的曾经保护过,帮助过他的人下手他利用外出打猎的机会,令兽祭之在统领里,杀死郡王刘修佑,又派人毒死了齿安王刘修人, 这两个曾经一起患难一起对抗暴君刘子叶的弟弟,就因为刘修的野心和欲望,而做了刀下鬼兽祭之曾经在射鬼,中帮助刘修逃离刘子叶的杀戮,杀了刘子叶, 也被刘修除掉,因为他不放心他梦见有人告,豫章探守谋反醒来不做调查直接杀掉刘修并危临终之前,托付几个大臣辅佐右主,带着对权力的无比惋惜和深深的遗憾世事想年34岁权力真不是个好东西,他能令人丧失人性中的善而逐渐走向魔性,他能令人放弃恶人的原则而变得荒淫, 残暴从而走向毁灭在权力面前,仍然能够维持清醒的人性的人,少之又少想来也是令人感海万千